高雄市长韩国瑜大力推动医疗观光 并且宣布今年是高雄医疗观光元年 整合各大医院高超的医疗技术 透过市府平台告诉全世界 高雄医疗优质首选 将特色医疗、渐渐和美容结合旅游行程 目前已经让造访高雄的医疗观光人次 成长了7个百分点 有着宽敞舒适的大厅 窗外还能从高处欣赏澄清湖的湖光山寺美景 这里并不是五星级饭店 而是医院的健检中心 但是不管是设备还是装潢 不但堪比星级饭店 甚至还有VIP包厢 给您总统级的待遇 每位负责健检的医师 都是各领域的资深好手 技术当然不用怀疑 毕竟健检可不是只靠仪器 如何解读数据和影像 才是健检中心的实力 健检结束之后更有贴心的服务 今天上午的检查都完成了 那您先用餐 待会休息的话 可以到后面的沙发区 前面有提供茶水 你可以那边自行使用 谢谢您 空腹体检完一定很饿 医院还提供免费附加的餐饮服务 这样优质的健检观光体验 让健检不再只是枯燥的等待 反而有种冰至如归的感受 为了凸显台湾评价又高档的医疗品质 港市政府卫生局与观光局 协同医院旅行社 共同推出医疗观光旅游行程 两个人就能成行 最低价格为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相较于国外的价格 台湾的医疗品质和内涵可是相当具有竞争力 美国的话同样的价格就是美金定价 香港的话就是港币定价 那大陆也是一样 所以同样这样的价格 但是我们提供的品质 却是跟美国或是香港 这样的价格已经这么高的品质 我们是有很高的竞争力的 主打台湾特色医疗 吸引外国客来高雄享受不平凡的医疗旅游行程 相较于去年就增长了百分之七 医疗观光里面有关高阶健检 医学美容特色医疗 再来就是我们的套装的旅游 用了两三套的一个旅游行程 能够结合我们的这个医疗里面的一个元素 再把它拉进来我们的观光的一个推展 到七月底截止 大概跟去年的同期成长了七个百分点 光是国外来到高雄参加医疗旅游的人次 就成长了七个百分点 目前卫生局打算从五家医院扩点到九家 同时针对旅游的相关行程 也要主动扮演桥梁的角色 提供完善的平台 让高雄的旅游全方位的发展 而不光光只是吃喝玩乐而已 要让各行各业都能够感受到观光客带来的效益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